開車幫幫忙 大家好我是Andy老爹 我們今天要講一下這個右座 也就是這個副駕的部分 乘客需要注意哪一些小地方呢 你不講可能會不注意喔 其實我也看過幾次在國外的影片 有些人呢坐著副駕 反正他可能想要睡覺或者是休息 他就把他的雙腿 直接翹在那個 手套箱的上方 就是靠近前擋那個位置 那開車的人呢不小心 啪發生車禍 然後發生撞擊 結果導致這個安全氣囊打開 打開之後呢 因為你知道那個衝擊力道是非常大的 結果呢 讓他兩隻腳因為氣囊突然炸開而受傷 所以呢我們會建議就第一個 副駕乘客不要把雙腿放在前面 好如果你要休息直接往後躺就好了 好這第一個喔注意喔 好第二個呢 法規面來看呢 法規是規定 12歲以下的孩童 不能坐在 副駕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小孩 就是12歲以下 不要讓他做前座 就算他坐在器座上 也不能做前座 OK 所以要注意喔 在安全氣囊打開的時候 都會對這個小朋友造成一些傷害 甚至是頸部 這個是第二點 再來呢 我們要講你的安全帶在戲的時候 包含我自己的小孩 他們在戲的時候 都會把這個安全帶呢 因為怕碰到脖子 勒到脖子就覺得不舒服 所以呢就把它放到腋下 好這個放到腋下這個動作 雖然可能會讓你覺得舒服一點 但是其實當你在發生撞擊的時候 安全帶對你身體的一個 Hold住 Hold住的一個力道 就比較沒有那麼完全 意思就是 你的臉 甚至是整個頭 碰到這個氣囊的時候呢 它的力道 相對力道是比較大的 意思也就是說 你受傷的機會比較多 我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 我曾經被氣囊打過 我的安全帶是 標準的位置在我的肩膀上 但是那個氣囊一炸開 其實讓我的下唇 就是碰到了上面的牙齒 結果把這邊稍微咬穿了 整個這邊就流血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力道有多大 所以如果你把安全帶 吸在這個腋下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傷害會更大 好以上幾點 提供給各位駕駛參考 如果你的老婆媽媽 你的朋友同事坐在副駕 提醒他們不要做這幾個動作 OK 好開始蹦蹦忙 我是演導電 我們下次見 拜拜